HELLO 歡迎大家回到另一集的墨水筆小知識 今集畢者在這個小知識的話題上會和大家討論一件事 或者和大家分享我對這個話題上所理解的知識 就是關於墨水筆的器物性 大家可能會平時拿著一枝墨水筆,價錢就拿一枝NAMI 2 先出來 拔,寫寫寫,寫完,吸收一個角度,完成 就是大家平時對墨水筆使用時會有這樣的印象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究竟你吸收一個蓋子後墨水筆的墨水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它會比一般走珠筆的墨水更加 所謂的Liquidity,即是流動性,水份的比例會比較高 究竟會不會和空氣發生接觸呢?會不會蒸發呢?會不會變色呢?等等的時候 這個時候,希密性就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話題 希密性呢?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一個index to 究竟 枝筆的墨水在你不寫或吸收一個蓋子的時候 可不可以維持一個所謂Airtight 真的好像大家在船隻中看到的希密倉等等的一個指標 好了,希密性 主要用來和大家研究究竟一支筆呢? 因為我們為了不要讓墨水長期接觸空氣 正如大家可能都會有試過 放一支筆在這裡,沒有吸蓋,走開了 半個小時後,你會發現一支筆是寫不出字的 墨水可能會變得很深色、結了 甚至你畫來畫去都出不到字等等的問題 這就是歸咎於因為你知筆的墨水已經在空氣裡發生了化學作用 可能是蒸發,可能是凝固了 視乎每一隻墨的一個化學的特質都不同 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寫字了 所以今集墨水筆小知識 筆仔就會和大家討論關於這個 或是和大家分享關於這個小小知識 好了,其實大家會見到 在墨水筆的發展歷史裡 越早期的墨水筆,通常的氣密性 都沒有怎樣注意或特別上的工藝 例如你會見到早期,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英雄牌,其實你會見到 大家可能這段影片未必很清楚看到 但在普通的鋼筆,尤其是比較低下價位的款式 你不會見到筆蓋裡有任何的一些特別的結構 要保持筆氣密性 總之一個蓋,一個筆桿,吸進去便是 主要是靠壓力,即是金屬和金屬膠貼住 以及用一個所謂Hooted Knit 即是暗尖,盡量令墨水不容易揮發 而時至今,很多不同的品牌都會出現 或者有時大家看我不同的一些墨水筆簡介 都會聽到大家聽到這個鍵詞 這支筆的筆蓋裡有另一個膠套 或者一個套是保持這支筆的氣密性 好了,我就拿一個很正常的例子 就是Sailor Sailor 無論大家買的普通 不是說你買到Profit Junior Ligun那些系列 你去到四規矽、14K、21K的墨水筆 其實大家平時不會留意 但不只用一個比喇叭的方法 就是用一張紙巾捲捲捲 塞入這個洞裡 不停擰擰擰擰擰擰 擰擰擰擰擰,大家會發現有機會 看到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膠帽 這個膠帽是做甚麼呢? 其實這個膠帽是剛剛提到的那一個塑膠的筆帽 當你這筆蓋蓋的時候其實是這樣 當我壓力到這裏時,它是捉住了筆桿握位的前半部分 形成了一個器物的狀態之後,麥瑞就不會和空氣接觸到 從而保持這支筆的器物性 而這些獨立家母,在現代大家會看到不同的牌子一筆 例如Sailor,你會看到大部份的麥瑞筆款式都有配備 由於土炮我們拔出來,也要用土炮的方法把膠套推進去 其實大部份Sailor的筆都會有 另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你會看到也是分開獨立 套筒的就是 Pelican 如果你夠膽,像筆仔一樣拆出來 拋開筆蓋,你會發現 首先拋出筆蓋,然後拋出筆蓋 再拋出來的時候,大家就會發現 這支筆就不會有任何部分外露,而不會接觸到空氣 同時,你支筆的器物性就會做得相對良好 所以大家會發現,大部份現金現產的筆款 都會有這樣的設計 但正如筆仔所說,我在這方面的用詞 要小心,大部份 為何這麼說呢? 大部份,即是有一部份沒有 沒錯,的確是 例如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款 Visconti 其實它的筆帽不是再有膠的筆帽 它純粹是靠磁吸式的方法 而磁石並不是棄密 所以有機會有墨水蒸發的情況 例如,大家可能會看到 有些情況是 像Faber Castell 它其實沒有獨立的膠帽 因為基本上膠帽已經是 在筆蓋裡面 黏住了 你不能拆出來 零開零生之筆也是這個部分 即是靠 甚至大家會說到 一些貴價的筆 好像Parker 其實它也是類似模型的設計 跟Faber Castell一樣 那個膠的筆帽 除了是一筆帽之外 也是一個內膽 用外面的金屬殼包著這個內膽 這是現今其中一種 去保持一支墨水筆的氣密性的方法 但當然 你會看到 有些好玩的花式 例如Lammy 2000 就這樣看下去 好像是鐵片式咬合 但其實如果你想到電筒去照一照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裡面 前端部分都是一個膠帽 可以套著筆 保持一流的氣密性 好了 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問 有筆蓋 隔外的一個內膽 就會有氣密性 沒有了 是不是代表那支筆的氣密性 會是再難性的呢 這個問題 非常難答 因為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之前也評價過 這支是新的Parker 51 大家會發現 它的天罐頂 是有三個黑色的洞 這三個黑色的洞 儘管 大家會看到 它裡面有一個膠的筆帽 好像想保護它的氣密性 但前面 它又有三個洞 是令到這個部分 其實是可以接觸到空氣的 當然 這是外於它安全性的設計 就是希望 即使小朋友吞了下肚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吞了下肚的時候 仍然這三個洞 令到這個筆蓋 不是卡死的 在喉嚨裡面 你仍然能夠有少少的空氣 流通到 讓你不至於窒息 但有時 有筆帽 並不代表這支筆的氣密性 會很好 大家都知道 上網 大家到處 都會聽到人說 這支筆的氣密性 極度差劣 你放一天兩天不用 筆已經會出不到墨 如果你用回原廠的墨水 有此可見 災難就沒有分 你是什麼大牌子和小牌子 都可以出現 好了 但是是否代表 如果沒有了筆套 氣密性就會很差呢 其實也不是 不過這個例子 這支是Leonardo Momento Zero 你會看到 工廠標榜 這支筆是由一輪膠 慢慢直整支車制而成的 所以你會看到 裡面其實是沒有 一個獨立膠模 純粹這支筆就是這樣 有些羅文 拋住了它 完結了 但是這支筆 驚奇地 或者可以不要這樣說 神奇地 或者它的工藝做得非常好 保持到氣密性 即使它只是靠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膠和這個膠 咬合 但是它咬合的力度 貼合程度 已經是令到氣密性 夠了 那支筆是不會出現 那支筆蒸發 走掉它 等等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 沒有絕對性的 即是有沒有筆帽 有沒有一個額外的膠帽 會令到這支筆好些呢 甚至是 我拿一支網紅光出來 大家都會發現 其實它裡面是 並沒有獨立的膠帽 它只是靠前面這些位置 它的膠做得好 剛剛好 就要迫住了 令到那個筆尖 頂住了 就不會接觸到空氣的聲音 所以其實大家會看到 有一個獨立的筆帽 和沒有一個獨立的筆帽 或者那個膠套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個很 取決於什麼牌子 這支筆造工好不好 而去決定究竟一支筆的氣密性 可不可以 就不是在於 有筆帽就有氣密性 沒有筆帽就沒有氣密性 這件事並不是絕對 但是 很多時候 有一個筆帽 是那個 師傅的設計 師傅牌子想怎樣 正如剛才跟大家說過 你喜歡整個 那個筆帽是套進去 筆蓋裡 基本上無法放出來 一體式的 可以 你說不是 我喜歡拆散它出來的 逐粒逐粒部件都可以 可以 不是的 沒有 都可以 所以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 就很視乎大家買的 一支墨碎筆的氣密性 它本身的廠方做得好不好 當然 你會問 啊 不謝 那我怎麼知道 哪支好 哪支不好呢 好了 這方面 不謝真的 很難去告訴大家 因為 第一件事 假設就算你不是網上買 你實體試那支筆 你都不可能試到那支筆 究竟的氣密性是怎樣的 因為 店舖不會讓你 啊 我現在 當你是分期付款 拿了一支筆回家 用一個星期 不對 退貨吧 絕對 所以你沒辦法在筆譜裡 試筆的時候 已經知道它的氣密性了 你可以知道的 唯有是靠其他人 口意相傳 例如大家上網 討論區 問一下你的朋友 身邊有找到筆的朋友 問一下 筆譜的老闆 或者其他在這裡的客人 等等 去知道那支筆的氣密性是怎樣 好了 就算是 假設這個情況 你在筆譜裡 問別人 喂 這支筆的氣密性好嗎 A閒答你 喂 好啊 正啊 但是 可能你滿心歡喜地 聽了它的說話 買回來之後 你那支筆的表現並不是這樣 可以 因為其實每支筆 筆正不是針到什麼 但尤其是買一些獨立細廠牌 或者你不知道那個牌子 那些東西很飄乎 可能同一款筆 A這個批次的筆比較好 B這個批次的筆比較差 C這個批次的筆比較好 那麼飄乎的情況下 其實正如不只一位 問過一位很資深的筆友 他對於這件事的看法是 這個世界沒有兩支筆是一樣的 即使它很漂亮的筆 多做工 多好 多穩定 QC做得多不好 每一支筆 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的 你拿每一支筆上手 其實 你可能未必當下 會發現到那支筆 這支筆和壓力的筆有什麼分別 但是你用久了 或者你習慣了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知道 即使是同一款筆 就算是到Nemi2000那麼高水準 或者你買一支網博 每一支筆都有一些不同 你會發現 所以其實不能夠一概而論說 嘩 這支筆一定氣密性好 這支筆氣密性一定差 也是正所謂買筆體日品的一個實例 所以其實筆者會有說 我想跟大家說 關於這個 氣密性不無的小節性 其實我拍這集會 純粹想讓大家知道 原來有這件事出現 這件事究竟如何運作 而不是能夠 客觀也好 主觀也好 提供到一些我的個人意見 告訴大家 這支筆氣密性好 那支筆氣密性不好 因為沒有人能夠作出這個guarantee 其實 因為每一支筆都不同 每一支筆都有一些不同 的時候 沒有100%的 不能夠完全保證 所以 筆者其實也好在路段 和大家強調 就是有些東西 不能夠強求 就是大家追求這個標準的時候 但當然 或者可能我遲些都會拍一集的 《默水不論》和大家說 就是基於不同的筆款 上網大家都會看到 有不同的用家會教大家 DIY 用不同的方法去增加 所謂增加 你支筆的氣密性 舉個例子 黏膠水 裡面 找些蠟封住它 找些蠟封住它 等等的情況 但是呢 今集並不是跟大家討論這件事 所以筆者就不在這裡和大家討論 但是呢 筆者希望今集可以令到大家 對這個 筆帽 或者這個獨立的 社會氣密性 就是這支筆的筆尖 這樣 可能有些款式是這樣 剛剛 我假設這裏是筆尖 這裏是那個壓位 有些是剛剛好吃著的 吃進去的 有些不是的 剛剛好 這裏有個金屬環 這樣頂住的 有些甚至 其實值得少少 這裏再加一個 一加的設計 但是大家 這個套筒 和筆尖 其實就是主要的筆 沒有套住的部分 咬住了 這樣就保持筆的氣密性 所以筆者很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究竟 這個所謂的獨立部件 如何運作 也希望能夠帶大家留意 一支筆氣密性的重要性 因為其實呢 正如剛才我一開始已經所說 如果一支筆沒有氣密性的話 就跟一支尖水筆一樣 很快就乾了 乾糖之後呢 一來蒸發了你的墨水 你的墨水可能會蒸發了 所以你寫不到字 即你刮啦刮啦都出不到字 第二樣東西 養花的問題 因為你的墨水可能涉到空氣 例如有一些碳的粒子 在裡面 會變色的 擺來了 不停的 甚至 Worst case 相信大家未必會這樣聽到 但是 如果你這支筆非常潮濕 又如何呢 有機會 像家裡的場角一樣 吐一些residu 甚至最誇張的是 吐菇 吐一些菌 出來的 所以 這方面 希望不借讓大家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是讓大家可以留意 或者研究一下 好了 今集的墨水筆小知識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意見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